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智慧树party开始了 你我都是好朋友 金隔离我握手 一起大声说你好 你好 你好 好 你快乐莫当 瞧瞧手 手工工 智慧树星球要迎来新的一天 今天真是个好天气 道哥摩奥在做什么呢 小朋友们又寄来了很多的信 这里有一封木木星球寄来的信 来看看 智慧树星球的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来自木木星球的孙孙 在木木星球上曾经长满了各种树木 森林里有各种小动物 可是有一天 木木星球来了一位新国王 雪糕国王 他每天都能吃一大车的雪糕 木木星球的森林都变成冰棍棒山了 小动物们也都纷纷离开了木木星球 智慧树星球的朋友们 听说你们都充满了智慧 能帮助我们木木星球解决这个问题吗 这个太简单了 道哥太有经验了 嘿 因为我也喜欢吃雪糕 让雪糕王国敢吃冰淇淋棒 这样就用不着冰棍棒 这个问题好解决 可是冰棍棒山怎么处理呢 道哥都是把吃完的冰棍棒丢到垃圾桶 可以也把丢到垃圾桶 道哥哪来的这么大的垃圾桶 那怎么办 这些冰棍棒也变不成大树了 道哥 你这句话倒是提醒我了 没准我们真的可以把冰棍棒变成大树 请瞧瞧手手工屋来帮助我们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瞧瞧手手工屋 本栏目是由智能陪伴快乐成长 智办儿童机器人独家冠名播出 红果果 你看天气越来越热了 不管是我们的小朋友还是我们的大朋友 我们都喜欢在炎热的天气里面 比如喝杯冷饮或者是吃个冰棍 但吃完冰棍这个冰棍棒 有的时候就随手扔掉了 怪可惜的 我们要把它变废为宝对不对 不如今天我们的手工作品就用冰棍棒来完成 要不就在上面做个社会书 好主意 在做手工作品之前 来认识一下 今天和我们一起做手工的小朋友和妈妈 大家好 我叫斯曼 我来自海南 这位是我的妈妈 大家好 我是斯曼妈妈 欢迎来 那接下来认识一下 今天叫我们做手工的木木老师 大家好 我是木木老师 手工老师 木春雨 来自新中间幼儿园 欢迎 欢迎 小朋友们用冰棍棒来做一个智慧术 大家可能都很好奇 材料我想也很简单了 主要的就是冰棍棒 赶快找出来 好 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是冰棍棒 画笔 欢迎出来 本来木指的用品为 陪伴三代人品质可放心的 南山辈会婴幼儿奶粉 好 材料已经整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活动我们的手指了 让我们一起说 一起说 十指拇指胖胖 十指中指并露 做把剪刀剪剪 我的手指好灵活 手指活动开了 木木老师赶快教我们怎么做 首先 我们拿出干净的冰棍棒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木木老师拿了几根冰棍棒吗 斯曼我们一起来数吧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小朋友们你们太棒了 现在我们把冰棍棒头对头 尾对尾摆放整齐 然后我们来请宽胶带来帮忙 把冰棍棒固定好 那这个步骤呢 我觉得可以和自己的小伙伴 或者是大朋友共同来完成 一个人可能有点困难 困难 来 我来帮助你 好 这里泡泡 一个人扶 一个人沾 沾得齐一点 做出的作品会更好看 好 好 这样就完成了 沾好了之后 我们把它翻过来 就是这个样子的 下面我们就可以开始 画上我们的图案了 好 接下来 我们要画漂亮的图案了 小朋友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那你准备画什么呢 我画一个漂亮的 红果果小公主 那我就画一个 和绿泡泡有关的图案 大家一起来 好 老师要画一棵大树 我们先画三角形 作为大树的轮廓 然后再画一个长方形 来做大树的树干 这样我们大树的轮廓就画好了 现在我们再给大树画一些装饰 我们在树上画一颗五角星 下面我们来画上气球 我们再给树画上层次 下面我们就开始给我们的小树涂上颜色 好的 现在我们要来给大树涂颜色了 给我们的智慧树涂颜色了 那说到不同种类的树 我想问问斯曼小朋友 你都见过什么颜色的树呢 我见过红色的枫树 黄色的银杏树 和绿色的松树 我们的大树世界是五彩斑斓的 小朋友可以把树做成各种各样漂亮的颜色 好 动手来画吧 我们先来给小树画一些装饰球 在画的时候我们可以留一点白色不涂 这样可以让我们的图形更加立体 我们可以给树涂上深绿和浅绿 我们将小朋友们喜欢的颜色都加上了 现在我们来图星星 我的篇图完成了 你们的呢 我们那也做好了 来看看我做的 可爱的红果果 水果公主 因为上面有西瓜 对呀 草莓 但我画的是我自己 对呀 水果公主 因为一圈都是水果 那么称呼我呢 对呀 好荣幸 再来看热气球王子 绿胖皇吗 对对对 绿胖皇超人 旁边有热气球 很帅气呀 怎么样 不如这样吧 我们把这个拆开 然后我们几个人来个比赛 怎么办 好小朋友 让我们一起来试一试 电视机前小朋友 如果你们也做完了 可以和我们一起来比赛 对 这个手工作品呢 就是可以反复的利用 对 特别的好 好 我现在基本已经打乱了 为我们加油 电视机前小朋友们 来 准备好 准备 听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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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快 哎呀 这个人的速度 这个怎么办 我已经晕了 我听完了 可以了 太棒了 来我们一起来继续听一试 好的 电视机前小朋友们 不知道这个手工作品 你们学会了吗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第一步 第一步 将冰棍棒用胶带粘在一起 第二步 在冰棍棒上画出大树和装饰 第三步 给大树涂上颜色 将胶带接下来 这样 好玩的冰棍棒拼图就做好了 好玩的 欢迎回来 本来牧师由智能陪伴快乐成长 置办儿童机器人独家冠名播出 是的 看来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也都学会了 相信大家也都很喜欢这个手工作品 当然了 我知道今天咱们的场外的小朋友 也带来了他们的手工作品 要不我们一起来看看 好 一起来看 大家好 大家好 这是我画的兔子拼图 大家好 我叫小艾 这是我做的熊猫拼图 我做的好看吗 大家好 我叫小小龟 这是我做的冰棍和拼图 我做的好看 我做的好看 我是小龙的 我做的好看 我做的好看 现在有点好看 我做的好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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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滑滑梯的时候应该要排队 对了 小朋友们 你们说的太白了 滑滑梯咯 到小波动了 怎么了 怎么又停了 太危险了 你看小朋友们玩得多高兴 又怎么拉摩尔 前面小朋友还没有离开滑梯的时候 是等小朋友离开滑梯后再滑 还是紧跟着他滑滑梯 等前面的小朋友滑下去还能滑 答对了 小朋友们 你们太棒了 真好玩 滑滑梯排队了 我要活了 停 摩尔 危险在哪呢 小朋友们 在滑滑梯的时候 我们的双手是放在滑梯的扶手上 还是可以把手举起来 双手要抓紧 对了 小朋友们 快来滑滑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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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 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都寻找了什么 知道 知道 就和我们一起唱 滑滑梯 要注意 耐心排队别拥挤 一个一个 往下滑 就和着 握紧 握紧 势鱼 握紧 握紧 拿手 握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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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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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来心 我们很高兴 小朋友们来心 我们很高兴 小朋友们来心 我们很高兴 咕咚信箱 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咕噜咕噜 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噜 铃铃铃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铃铃 铃铃 赶快让我们来看看又有哪位小朋友给我们写来的信 好的 铃铃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嗨 大家好 我叫周芷凡 小名叫兮兮 我是个活泼开朗的小姑娘 看 这是我摘的草莓 送给你们吧 太棒了 对 真的是太棒了 那凡是和我们取得联系的小朋友 都将有机会获得 由南山贝惠 婴药儿奶粉提供的精美礼物 那电视机前小朋友们 赶快让你们的爸爸妈妈 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智慧树官方微博微信 在里面有很多精彩的内容 当然也可以和我们的智慧树家族进行互动交流 太棒了 赶快行动起来吧 发酵微博和我一起分享吧 爱抄娃 传承照照片和我一起分享吧 爱抄娃 拍摊视频画 将图画寄给我 尽心地址一听 尿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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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噜咕噜 这个月我们的官方微信主题活动是萌宝环游记 宝贝们 暑假里你们和爸爸妈妈去了哪些地方 快来参与我们的活动 晒出你的暑假之旅 小咕咚在这里等着你们 好的 小朋友们 再见